所以在这里就是说 我觉得在这个会议里面 我有一些觉得印象很深刻 也有一些是实用 也有一些觉得说 它是好像可以比较能够有行销价值的 可是这三个我又觉得有不一样 好像有些地方是 比较感动 可是它未必能够实用 所以我也一直好奇 就是说在George的观点 什么东西会有深刻 可是为什么深刻的东西 它没有办法变成实用 或者职力推广 或者是在你来说 这三个其实是整合在一起 OK 我跟老师讲 老师常在做博士论文口试 所以对我来讲 他踢了这个题目之后 我第一时间就是想 我现在要怎么做 没了 就是能说多少就说多少 所以大家能够体谅 第一个我印象最深刻论述 就像我刚刚讲的 Kunivun那个 framework 对就是一样 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架构 其实我也可以这样想象 就是说坦白讲 我们做一个企业的领导者 或者我陪同这么多客户 在一些专案的导入应用上 或者我们也有很多朋友 会听他们讲 他们遇到的问题挑战 其实我们每次都是 individual的一个分析 individual的回馈 但是一样归纳 就跟我们看到人一样 人有霸霸镜 我们分成九大类 把九大类再把他的健康 不健康做一个区别 其实有一个好的架构 就会很帮助我非常有效率的去 identify 他现在是怎样的 然后呢 通常问题清楚 答案就不原 通常问题就是问题不够清楚 或者你有点 confused 对 所以 Kunnyben这个架构 对我来讲 其实他解答了我一些议题 然后我接着就马上 在我们遇到的一些议题 我马上就拿这个来看 而且那个会有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遇到delay 我们没经验 可是人家航空公司很有经验 但是基本上 对他很simple的 可是对我来讲 可能是一个complex的situation 那我们用这个转面去想 我们在协助别人的时候 别人可能也一样 在我们来看 这是很simple的 可是对他来讲 其实他是很complex 那你能不能体谅 你能不能理解 那你能不能引导他 去认识这个差异 像后来以前也谈到说 有一些很成功的大企业 开创新事业的时候 很成功的经理人 为什么调到这个新单位 其实他会 就产息息 产息息 原因是因为他以前的东西 非常open eyes 那现在到一个可能是 cautical的 混乱的状态 就像COVID-19打的时候 其实那是一个考验 那像我自己来看 我们公司在面对COVID-19 我们就处理得安好 代表这个能力看着 我们处理得不错 对 我是capable的 类似是这样 好 所以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很印象深刻的 那第二个其实 有一个我可能还持续 要去实用的学习 就是我有一个议题 这次在谈的过程 回来之后 也跟贝利普大概聊了一下 他也给我一些素材 就是trust的这个议题 嗯 好 trust的这个议题 包括组织的文化 这也是在这研讨会里面 反复出现的一个词 怎么样建构一个具有信赖感 心理安全感 等等这一类的一个组织文化 对 包括你是一个工作者 我今天是一个事业领导者 领导者什么 让员工去信任 让团队信任 我也会自我去check 就是说在上这个课的时候 他有提供一些 一些概念重点 那我就会有点像制品 360度的制品一样 自己这个做的好不好 这个东西我比较没有注意到 那是不是我因为没有注意到 我就不会去 所以可能我要强化 我当然trust的 现在目前做的还不错 但是我人就是无止境 那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 那第二个 其实对一个员工 认知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关键 我觉得很多员工在职场上飘 飘来飘去 对他选的这个组织 这个工作 可是又没办法放心 对 那这个trust的议题 我相信也不只是困扰 所以也影响了他的engagement 对 那影响了他的潜力的发展 因为你不够专注 你还在分心的时候 你是不可能把你燃烧起来 对 那我觉得trust的这个议题 是我这一次 就是可能还蛮值得 再进一步再去学习的内部 对 那最值得推广的理念 在我来看就是 像我这次分享的 不完全只是在 这一场 包括2013年 我大概就很放在心里面 就是management path performance consultant internal performance consultant 对 那这个议题我也必须要讲 就是说像我跟参目 其实很熟 我们大概以前都在红西 然后后来我独立创业之后 他是我服务的客户 然后在过往气血网的 这个奖励补助的过程 因为我们要把去申请奖励 跟取得肯定 所以他必须把他内部做的专案 要做剖析 其实我们有一段时间做了蛮多的互动 那当然我有一套方法论就是在盘点组织的导入专案的专案主轴 会去盘点组织的关键的议题 然后这个关键议题是跟人才跟训练有关 然后我们怎么去导入数位学习 跟一些建构 透过系统去建构机制的过程 让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所以我跟他有很多的对话 在当年我们大概有好几年的时间 我是一个internal consultant 他是internal consultant 那我们一起在分析 比如QA的问题 供应链的问题 这个相关的这个特定的business的议题 然后我们怎么搭 这样的based议题转化成为组织的人才发展部门 可以contribute的这个主题 那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proposical consultant的角色 那这个对组织可以有的产生的贡献 其实是很大的 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 其实这是一个绩效要因的分析 那我觉得 我是觉得如果企业能够在组织里面 做好这件事情的认知 他有这个sensum urgency 或这是他应该要具备的能力 而且他在执行他的主管的决策 在做一些辅导或者问题的解决 他能够做好这件事情 对组织是非常健康的一个助力 这是我大概在这件事情上 那至于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不同 那可能我还在发散的过程 或许到了哪一天我在学习这些主题 我会有一个整合的过程 其实可能会看到我一个单一的聚焦点 从多个面向 这个切下去 这桌就是 在那个支点上 阿基米德讲说 我就在给我一个支点 我可以举起整个地球 那我觉得so far如果从这个角度 我这一次在看待的时候 其实或许这三个都是 这个alternative 或者是candidate 在我在寻找 在这个组织的精灵上面 其实的一个candidate 那因为预计 其实我自己也在带着这个团队 在推动这样的solution 所以当然我在思考选择的时候 我们会去盘点 跟系统比较有关的东西 它的sinergy 其实怎么去建构 就像我讲说我跟商务在谈 这个组织的问题的 要因分析的时候 我们虽然也会盘点出 其他非人才发展部门 要做的事 有一些是他 我们薪酬结构 可能是他的奖励机制 可能是这个组织的 某一些投资的resources 但是呢 我们一定也会去盘点出 其实属于我这个 我的functionality 我的professional 我可以contribute的地方 这是我大概这一次的 我听到一个感受 就补充一下 就是我以前去参加研讨会 真的就关切的就是 研讨会以后要去哪里玩 如果这一次呢 因为是比较认真的开会 所以我会感受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开会以前 就要求说 我们要带着问题去开会 我觉得也不是说要有多具体的东西 而是去考虑就是说 我现在有什么东西是我渴望学习的 或者我现在在工作上 在生活上 可能碰到的困境有哪一些 这样子你可以有一个preparation 跟orientation 所以当你听到的时候 好像你已经有一个网 所以你不会让那个听的东西就流过去 所以刚刚比如说 Tenot Clifford 这个四个向线的架构 我就听到这个感受 就是说 我可以有一个深刻的感受 可是这个深刻感受出来以后 Jorge就会去说 那我怎么用它 所以他就立刻会谈到 就是说 企业在变迁的时候 他面对了不同环境的挑战 我怎么样适合的人 跟不同的策略进来 那一旦这个实用性的感受出来 或是他分析出来 就会觉得很想要去推广 推销给大家听 所以当我们有一个 清楚自己为什么而学 想学什么 这样子的一个preparation 跟orientation 在心里面的时候 其实你 我觉得刚刚就很容易掌控到 我会有感动的 我会觉得实用的 以及我会想要去commit 要去推广的东西 会怎样三者可以连接起来 而不是分离的 比如说刚刚trust 我也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比如说Jorge可能会觉得 自己在情感上这一块 是可以再更多精进的 所以他在这一块就会选 我怎么样跟我的部署 跟我的客户 有更好的连接 那所以这样trust这个东西 就会让他有更多的感受 然后他也会想说 我在实际上实用上 我怎么样跟别人沟通 怎样倾听 怎样的等等的 像我们他闭嘴一分钟等等的 那一类的练习 那同时他也会觉得 很想要把这些学习的过程分享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内在的一个preparation 然后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网 去抓住这三个东西 而且能够把它整合得还不错 这是我刚刚听到你的 对 我其实也想 就是老师讲这一段 我想回馈一下 就是说我2021年 第一次去美国参加这个领域的研讨会 那当时很有趣的一个议题 就是说 坦白讲我是 本来是在notebook 在PC的领域 那我是在1998年开始进入软体 然后做系统 然后选择人知的这个领域 然后我大概2001年 我入这个行严格上只有三年 但是我去参加ADD回来 我其实办了一场在六五航工 那时候在有一场100多个人的研讨会 我们就是在推广分享这一个 那我还记得那一次跟Cisco 还有跟另外一家是KPMG的考骚 三个人一起分享 那到我分享的时候是最后 第三个讲次的时候 我发现我在讲的时候 那个杯盘 就是正好是上点心 没有人拿起点心 全部大家就聚焦 那个Cisco的那个讲师是外国人 他是用英文讲 我用中文讲 所以结束之后 他就跟我讲一句话 说George 我虽然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可是我知道 感受得到氛围 那个气场 他觉得说 大家对你所讲的东西的专注 但我自己回顾 我当初讲的东西 我就不过是把我去2001年参加ADD 像刘老老逛大官员 我第一次参加ADD的时候 被震撼到的 对我分享的 我所看见 还有我在工作上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那个passion 我觉得这个passion其实是 那我也很快就是在这个领域 我常讲 我做这个领域才三四年 我何德何能 我很快去进到顾问的角色 那我觉得关键就是那个engagement 那个认可 那我觉得trust这个议题 它是 有trust做很多事情是很有效率 所以不管在团队内部 不管跟客户的关系 不管家庭的经营 跟孩子 或者你的朋友 我觉得trust的关系 其实是我一直都是觉得最关键的 如果真是讲说我们要建立什么 那我觉得trust是 我觉得最值得去精进的能力 所以这个是我大概在这个议题上 因为对我来讲 这三个常常是分离的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 我真的想问就是 他为什么常常能够整合的很好 不过刚刚提到的一个是passion 一个是我总是能够 从高处也希望落地 最快你是努力在整合的 Yeah 谢谢 OK 就刚刚George也提到了 好像第一次去有一种 惊喜跟震撼 那逐渐这种 就是老不老期的 就是震撼感有这样降低 好像是收获是不太一样的 我也感受到那种新鲜 不是那么初恋热恋的新鲜 是另外一种学习 那可是我在这个过程 我会觉得说 到底是你的变化 还是这个会议本身有 随着这个时代有些变化 还是有一些其他的互动的一个状况 所以也许你可以从这个 你自己这个会议跟整个 整个后面的这个大的趋势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分析 然后我们怎样在会议 或者是怎样在一个新的 新的一个领域 它不断在变化的时候 我们怎样有最好的学习 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 这辈子我相信 所有人在自己成长的过程 这样的感觉 应该如果你能够有那个敏感度 或者你能够拉长时间 你应该会有这种感觉 我曾经在去太平山 在爬山的过程 就是在走山道的过程 因为太平山它是一个 高度就是阶梯很多的地方 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感觉 我入这个行 就是之前看很多HR的专业工作者 尤其一些比较资深的 觉得哇他们好厉害 那是等到你到了一个 看咱们的时候 你再看他们 其实又会有一个不同的感觉 所以自己的改变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段 就是我自己确实 已经在进步了 所以关键又改变了 所以有时候在树下看 跟在树中 跟你站到树垫上往下看 一样的一棵树 你会看见不同的面貌 所以对我来讲 是的 我这一次的震撼感是少很多 而且多了一点 怎么讲 就是叫失望吗 可能有一点批判 我觉得我还没有到 因为你正式习惯的 去review人家论文 他批判的性格在 我其实还是到处很积极的翻 什么东西我可以用 我拿来可以做在我的解决 我工作上的问题 我得到什么启发 我还是忙于做这件事 但是我的是失望感 OK 对 这个失望感 这样也matching到ISBI 我觉得这几年的发展 它相对有一点比较视为 compare我在2013年所参加 当然这也可能也受 疫情的影响又 也很大 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个 非常大的组织 我曾经之前去参加 大概600到1000个人 ATT一直大概都1万人上下 对 ISBI大概是一个600到1000人 我2013年参加的时候 那这一次人数再更少一点 可能大概400 差不多400上下 那COVID-19是一个影响 对 那第二个我觉得 的确我 第一次参加的时候 有太多东西 其实都对我很有震撼 对 而且我觉得很有收获 那这10年我也 虽然我没有持续性的去参加 因为各种因素 但是我其实应用它的架构 其实的确在我的工作上 我已经做了很多的深花 所以我可能 在期待上 其实要 所以我有点像我去的时候 可能是不要讲零分 我可能比如说是30 在这个主题 这个对应的架构 可能是30分的等级 那我现在去 可能已经到75分的东西 但是我去看它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能够从中在 得到的东西 其实有递减的现象 所以这是第一个 就是 那第二个我觉得会议本身 其实也有改变 对 那这个改变就是 我之前去 我收到比较多的 方法架构 或者流程的东西 这一次其实稍微少一点 对 那这一次有多谈了一些 比较或者议题的东西 但是那个东西 可能带给我的 可能可用性 我觉得相对比较有限 那另外一个 比较有趣的东西是 我刚提到中国的几个 在这个领域的 因为他们是真正在美国念 这种硕士或者博士 然后他又再回到职场商 那其实其中有一个告诉我说 他觉得完全不适用 那这个让我很震撼 因为他也是 里面的key member 在SDI的committee里面 就是他们 我觉得他们很积极 会参加这个committee的成员 对 那但是 他不会对美国人这样说 可是对我们 我跟 我跟 以正跟他们约着吃饭 就会结束之后 晚上我们大概就会花两三个小时 交流 我觉得他们把它当作一个数 就是我以 以正的角度来看 其实他没有把它当道 然后第二个这个数呢 他又觉得这个数 其实在中国的现况 跟 展不开了 他尝试过 他觉得展不开了 那跟另外一个念博士 回去之后 他在那边创业 自己做consulting公司 我觉得 他 他对于 这一个committee的成员 也是中国人 他很认识的 他觉得 对于他们 给这么不好的评价 或者他们所做的 他也是不认同 但是呢 他要怎么去在那边应用出 可用的价值 他也还在 他没有放弃 他还在做 可是他当然需要做很多的变化 对 就是因地治理的这个概念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对我来讲 其实是 我会觉得他 可能已经遇到一些挑战 对 遇到一些挑战 但是呢 so far因为他有 他原来就像 我们这样讲嘛 少林寺 如果假设在某几代掌门人 或者某几代比较差 可是他的经典 他的base 其实在那里 我对他还是有期待 认为他是可以 有一些创造 那只不过 因为毕竟这一次的 场合 就是一个选择性的 因为有那么多主题 那么多case 就是选择性的分享 我只能说 在这一次的确 我会稍微比较 那 ATT相对来讲 就很蓬勃 因为ATT对新的东西的 接受度很高 第二个 它对Lenguage 它是纳百川的 就它没有 没有那么选择性 没有那么严格的 所以我觉得 而且在行销 在规模上 它有一些直变 量变到直变的这个过程 那我觉得ISBI 在这个事情上 这一次是 让我有一点失望 尤其我带着你去 我本来讲说 我想你会不会跟我当年第一次参加的时候 会有那一个强烈的感受 但是正好你又是批判性的比较高 所以就觉得带你去review它 这样的感觉 我倒是觉得还好的原因是 就是刚刚你提到的 我们不会对一个结婚20年的太太 还有每天见面有热恋的感觉 这是不可能的 有这样的期待 只能去找情人 这段要注意 所以我们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确实我们的生命也在变化 趋势也在变化 会议也在变化 可是如果我们持续去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可能是经验 可是再来很可能就是会有批判 可是可能越来越有各种的对话 也许到最后也不是这个议题 而是去分享跟你会的人 去分享这20年来你的practice 你碰到了困难 以及这个时候 你的成长是什么 你融合了其他的其他的practices是什么 所以我是有感受到这个东西 我也觉得 好像我会去参加一个研导会 我也会去反省 我现在用什么样的状态跟心态 跟来这个会议的主题 以及这个会议的人来做一个连结 那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所有东西都逐渐的会 丧失热恋的感觉以后 好像就要去找一个新的东西 所以还是回来 我刚刚一开始提到的 我们怎样在 新创新新鲜 跟一个核心的稳定的学习 这两个之间得到一个平衡 所以我这个议题 其实也是一直在想象这样子的 像回应这样的议题 就是ISPI的这个 核心的东西似乎是在的 它没有消失 没有消失 可是新鲜感确实在消失 那我们会因为这个新鲜感消失了 我们就觉得 没有这个价值 还是我们怎样去发掘这个价值的存在 那其实有一点是在这里的 在这件事情上的对话 我想 这时候让我想到 我觉得如果说这里面有什么趋势的影响 或者对它有什么挑战 我觉得是科技的融入 其实ISPI其实在我2013年 或许那时候当然它还是有一些分析的架构 但是怎么整合科技这件事情 我觉得它那时候的挑战没那么大 可是COVID-19过去这三年多 其实科技是在人才发展上面的影响是非常剧烈的 但是对它来讲它相对保守 对那怎么去 在它原来的framework里面 把科技的元素怎么去有效的整合 去整合 我觉得它还没有找到对策 然后现场其实 我有听 有一个尝试是 也是美国这个美国巡航署的Costcard 他这个单位在谈他们在建构系统 他在建构系统 那时候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去建构系统 因为从我自己在系统的时候 选来看 就是说 其实你应该是选一个成熟 Combiculable系统 然后去做一些Costcard 而不是去开发一个新的 对 其实这个是很困难的 你为自己 就是你要养一头牛 还是你要喝牛奶 对 你为什么一定要养那一头牛 对 那我听他在讲 他们还在建构当中 他有在谈他们建构到什么程度 然后一开始怎么想 现在进行遇到什么问题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在科技的融入 然后第二个现场有几个讲师特别在分享 在疫情期间怎么让这个人的连结跟知识的传承 其实没有断 所以他用很多科技的工具 他分享 很热心的分享 但是他还是很点撞的 我觉得他没有进到他的那个framework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可能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 那ATD就不一样 ATD拥抱科技 他是跑得很快的 而且他对他有科技就是机会 所有的做科技的都需要舞台 就那个市集 不慢一样 所以他没有那么 就是他的科技 其实反而是这里面 他的主调 这是我觉得 如果是这个意义 怎么平衡 这两者一起都是大家的难题 OK 最后这个题目 我想因为人很复杂 所以每一个去会议的人也不一样 我们今天可能上线来的伙伴们的需求也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从一个ISPI这边的观察 然后我们希望提供给在场的HR的伙伴们 就是说 可是每一个人需要的可能不一样 所以你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就是说如果你的需求是这样 也许你可以往这方面去多去揣摩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像刚刚提到的ISPI在科技等等的 我们有ISPI这些已经既有的方法 可是他又跟科技有一些挑战 那所以我们的HR伙伴可能可以去延伸 像这样的整个要怎么办 或等等的 就是说对现场的HR他们有不同的需要 你会提供什么样 从ISPI这个角度 或是从你这个角度 我们会建议说他延伸的学习 或者是可以往哪几个方向去 去跟他自己的需要做最好的结合 我2013年去参加完回来之后 我其实第一个其实蛮期待 就是说那到底国内的人资研究所 有多少系所其实会去介绍ISPI的架构 或者6BOX 那当然以前比较熟悉的就是中央人资所吧 中山人资所 其实我当然没有很积极的去查看 但是我其实大概的确没有看到太多的这方面 因为我跟中山人资所有几个老师 李温先生老师 郑经常老师 几个大家其实也都有蛮多互动 其实我觉得我也在他们面前分享这个架构 那我没有收到太多的echo 所以其实基本上在这些事情上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可惜 我自己啦 当然大家习惯了 用技能的方式run也都ok 过得去 没有一定要学少林式的嘛 武当派其实也ok 那就这样 但是如果我们就ISPI的这个主题 我是蛮推荐其实HR的人 其实可以花一点时间去学习 因为学习这东西也没有要需要说到很复杂 因为除非你要整个把你的方法论都要整个翻掉 而是你可以用他的这一个盘点出来的东西去思考 你原来的分析架构 你有什么弱点 shortage 而可以去补 就像我刚刚讲 我会有一些方法论 或者RADA方法论 我会拿一些东西再去补它 就是让它更完整 你不一定要整个换 对 所以就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比如说HPD在分析这个gap 对 所以如果你现在公司有好像明显 我希望达到目标 跟现在已经达到目标 好像一直有落差 不晓得怎么办 也许这个时候 ISBI的这一套方法就是一个工具 对 可以再多熟悉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到底是HR的job 还是Manager的job 就问题分析的能力 其实我们可以讲ISBI的6box是一个问题分析的能力 而且他这个问题分析的能力不是那一种 说我是generic 今天处理科技的工厂的 处理所有的 就是有它 你都可以用 但是ISBI的架构的这个工具是专注于用 跟组织跟人才发展跟团队有关的 这个方法 所以它是一个 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特用 它可能跟KT法跟这些是不太一样的 鱼骨图法或者等等 其实我觉得其实是 那第二个是 你是不是能够去协助 组织其实的主管具备这样的概念 第一个你作为一个 我们把HR当作一个Internal Proposed Consultant 对 那你才能够成为Strategy Partner 因为你能够看得懂问题 就像你是一个医生 或者你是一个可以Second Opinion Second Opinion 的这个角度 那我觉得其实如何自己熟悉之后 Demonstrate 或者协助你的主管在分析问题的时候 拿这个方法出来用 我记得那一天听 菲利普在讲另外门客的时候也提到 其实他曾经用某一个方法 对他在台西店的主管 曾经做过什么样的分享 这个主管觉得这个方法他以前没有用过 可是他觉得很好用 他就take来用 我觉得对HR来讲 其实你自己要能够熟悉这个方法 第二个你能够Demonstrate给你的主管 在协助他解决组织的问题 管队的问题的时候可以拿来用 然后他认可之后他有兴趣 甚至他会去推广 像那一天的分享 如果你去听子龙的回馈 子龙是告诉我们 有啦台斯大人之所在2005-06吧 有一个教授其实在研究HPD的价格 所以他的学姐 就是有去学这个方法论 另外就是说 他自己后来这一两年 他也尝试要在他组织里面 在中株的 你知道中株是拿到两三次 四次ADD excellent practice war 这个记录台湾应该没有企业能破 可是对他来讲 其实他在精益求精 那他选择的方法论 子龙其实是蛮想在他组织那边推动 HPD的架构 协助他们的主管 养成这个组织问题分析的能力 那这个是我觉得 就是如果用这个角度 第一个学习是这样的 第二个是能够去运用 第三个是能够去协助你的主管 能够参考或者 或许能够去运用它 因为他有一个很standard的framework 甚至很清楚的checklist 其实就像在检查器这个一样 打勾打勾打勾 最后其实去看待 我觉得是还不错 那有机会我也会想 因为这次我大概30分钟 只是快速带一下架构 或许下次我可以的话 我做一场更完整的 其实包括从问题应该怎么问 然后get到什么样的 然后这时候分析你跟主管这些关系 会是什么等等 或许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这个应用的价格 这是我觉得 建议 就如果就ISPI这个事情 是 我最后的回应是说 我曾经听到一个说法 你什么叫做一个成功的演讲 就是不是只有你的听众在听你的时候 觉得很有趣或很有收获 而是说你的听众能够听完以后 他会很想要去转述给别人听 而且他的转述 能够让别人也同样感到兴趣 那重点并 我用这个例子讲的是说 今天也许各位简证自己的学习 也不是来简证我们演讲的好 也许我们讲的很烂 但是你有一个能力是 在很烂的演讲里面 你可以听到你自己觉得有趣的东西 而且你愿意转述给别人去实践 所以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说 刚刚George也有一个东西就是说 我听到有感动 我可以实践 而且我愿意去推广 如果在任何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用自己这样的态度 说我在听任何东西 我都要想要找到一个 能够跟我生命或是生活 或是工作 共享有共鸣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我怎样能够转化成 我知道它怎么用 而且我乐于去推广它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 如果我们大家训练这样的能力 会让一个即使很烂的研讨会 很烂的演讲 也会变成对我们自己很成功的 学习跟挑战 所以这一题其实我不是真的来 来考George 而且我甚至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 都能够去思考 就是说我自己在听任何一个课 参加一个研讨会的时候 我会抓到什么东西 我会再去衍生 我会 我会 就算他没有 我也要能够有感动 他自己要有感动 我要能够想他的实践 我需要能够知道我想要回去推 那我看到George在参加研讨会的时候 也是这个态度 他会一直想说 我可以去抓到什么 好的 可以用的 而且回来可以继续去推的 那你一直抱持了这样子一个态度 那个延伸的学习 不是别人告诉你的 你自己就会自我产生这一块的部分 嗯 所以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所以呢 就是如果用刚刚以正刚讲的一段话 我们转换另外一个是 你的人生万一你拿到一副烂牌 嗯 你一样可以把它打得很精彩 对 希望是这样 对对对对 我们都很希望我们拿到一副好牌 可是 就人生的命就是这样 对 那我觉得回头来看就是说 其实或许带着用这样的精神 这样的面对 就像我在创业的过程 其实二十几年 我大概有十几年的困顿 这个应该已经算是一副不太好的牌 但是终究一样可以走出来 对 当然了 就是这个部分我们不用绝对只去看 而是这是你对你自己人生的一种benchmark 就是我们用相对来看 就是说自己可以 我们不跟别人比 而是跟自己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解释 也计划